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戴户声论 我现在是身处重庆车展的现场 既然来重庆 我们就讲一个本土的一个重要的企业 它的重要的新产品 这个叫做欧上X5 这台车又是一台可以讲设计的车 所以我很开心 我今天站在台上就研究它的设计 研究了很久 同时我更开心的是 因为我们身处重庆 我们就找到这台车的 可以讲它的设计的最重要的人物 来跟我一起讲 也是我在圈里的好朋友田总 介绍一下田总 首先重庆人 但是他是非常重的国际背景 他是现在的长安 在日本的设计中心的总经理 同时也是这个X5的整个设计的总负责人 所以田俊与田总 这个车就是你的最新的baby了 我首先想要代表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跟长安的日本设计中心 有什么关联 这个车其实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我们最开始就组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 由我们日本的设计中心 和我们欧上国内的设计中心 我们里面的优秀的设计师 包括数据师模型师 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 一起来打造这款车型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几个不同的地方 把大家最优势的力量发挥出来 集合到一起就落实到这个车的设计里面 你刚才说到的这些优势方面 我的理解就是日本是不是在做模型 这些手工匠心方面会特别强 实际上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这款车的 包括它整体这种形体的调整 其实都是由我们日本那边的 经验非常丰富的这种模型师 来进行的一个把控 然后说到形体我们就直接开始看看这车的设计 正好设计夫人在 我就不只是可以跟大家讲讲 你看得见的地方 还有你看不见的理念 这张脸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前脸 比之前的O3 X7要年轻很多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好凶很有动感的一个前脸 因为首先就是说我们这个车打造的一个背景 你看我们把它叫做 O3的首款运动型的SUV 那么所以说你刚才说这个前脸凶 就是我们刻意打造的一种 它前脸的一种冲击力 我们希望的就是 首先就通过前脸的这个冲击力 第一眼我们就能够把用户抓住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设计里面 我们把格杉尽量的去往前都顶 然后同时把两边的元素尽量的往后掠 来突出它这种前脸往前的一种攻击力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元素它出来以后 应该是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车本身 以这种就是锐利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应该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 他们应该也是非常喜欢的一种状态 对刚才田总告诉我说 其实这个脸都是第二板前脸 第一板都觉得还不够年轻 不够年轻 就是要让自己更年轻 对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 这个车看图片这个脸就已经表情是很凶悍 但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些细节 像这个标是我见过近期的最立体的标 就可能现在国际厂商他们玩平面画之后 看到这个标 它真的就跟整个格杉完全是在造型上是融为一体 这都不是三维 这都是八维的非常复杂的一个格杉 但是真的那种高级感就出来了 对 然后还有就这里材质上有一点碳纤维的细节 然后据说这个下面就这样一条四条 也有故事可讲 是的 这个是我们在设计当中给用户预留的彩蛋 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包括我们在侧面裙边的位置 包括可能我们的有一些轮网的设计 我们其实都预留了这种 用户他可以自己来进行色彩的搭配 包括材质调整的一些方式 各个地方他自己的一些配合 那么来让他自己的车更有个性 就这个地方是可以变成红的、橙的 对 他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我给他们提的意见就是 哪怕你不生产 你也要出几个色彩搭配很大胆又很漂亮的颜色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要改色贴模式很简单的 但是有很多用户他在后市场是乱贴的 乱贴可能他会毁了你的设计本身想表达的那种东西 但你们专业的设计团队应该去做一些示范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会把你的这个建议我们把它贯彻下去 对然后说到车头那去 在这个角度我发现了这个车的前盖显得很长 包括一些照片我看到你前45 看过来加上这条腰线之后 前盖显得很长 然后整个车这些能线很有那种光影的电话 刚才我们交流到哪怕是这样一条能线 你也是有你的想法是吧 给我们讲讲能线方面的这种思考 首先就是说我们整个车的行面的设计 我们其实突出的是面和线的一种交融的一种感觉 我们希望带把这种交融的感觉其实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让整个车的这种质感凸显出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速度感比较强 通过纹线的切削和这种就比较感性的面融合在一起 它的这种质感对我们的品牌来说我们认为是有好处的 就它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买车的时候 特别是他会觉得这个车物超所值 这个是第一个点 那么能线的运用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打造一种速度感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腰线从前往后 其实速度感非常的快 这条线特别明显 给人感觉是整个前仓一直来到这里了 拉伸感很强的一种线性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其实从前脸的冲击力 我们一直把它延续到车尾的这么一种做法 说到前盖长我发现 在我这个角度能看到这个车一个比较新潮的一个设计 我最近是在马自达上面看到这种设计 就这个引擎盖的面积特别大 这个玻璃特别往后退 然后这个玻璃的前端这条线对过来 竟然到了前轮的后面 其实很多的前驱车我说过了 其实你看它的玻璃这个点击都是到了车轮的这个位置 但是这部车就真的是很后靠了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研究我们的用户 他们的体验得到了一个点 我们发现我们的用户他们特别喜欢这种修长的基盖 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高级的一种体现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运用这种元素进去 其实整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的造型团队工程团队在这个点上面想了很多的办法 怎么样子把CP点把A柱尽量的往后走 来营造的这种感觉修长感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感觉出来以后 我们这个车的姿态确实有一种看起来像这种后驱车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们说说这个整个车的车型定义啊 现在基本上我们凡是看到这种后窗小小的这种车都会说它是轿跑SUV 对 我个人不喜欢这个名字的 因为我试过很多的高端的 越是高端它的空间就越小 我觉得这类车叫做SUV型轿跑会更合适 但是你们这个车我刚才偷瞄了一下那次 我觉得空间是有惊喜的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首先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用户的需求来说 他们对空间是有诉求的 他们可能不会单纯的为了造型就去把空间牺牲掉 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车后排的打造 首先是从平台方面 从我们的座椅的布置方面 这些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能够保证它在后排有足够的头部空间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考虑怎么样子 通过造型本身的一些元素一些线性的打造 来让它看起来整体造型更加的有动感 这个车顶并没有像一些真的那些很轿跑型的车那样说 降的很低 但是看起来尤其从前45看起来 这个车尾又很有动感 对 我觉得这条线是不是 这条应该是一个点睛之笔 它可能和车顶线的一个夹角 我们营造出来一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动感的一种状态 我刚才请教田总我说你们这个玻璃的轻角是不是要精心计算 肯定的 因为我是SUV的深度用户 我发现这个车的这个点对下来是在后轮之后的 所以它里面的尾箱的空间放一些高的东西是可以放的 这个是在这一类车里头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的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应该也会给你惊喜 对 然后这个地方我现在站这个位置就觉得挺有高级感 这里有什么巧妙的处理 我们其实高级感也是我们想营造的一种状态 我们其实主要是想突出整个车间 包括轮包这个区域的一种强壮的一种感觉 包括强化它的这个行面的变化 就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影明到暗再到明的一种变化 其实非常的丰富 这样子来做高级感 其实我们在设计上也是偷偷的取了一点巧 在车窗人坐的这个地方以后 我们其实把这个车身的行面是快速的往内在收 这样子来突出整个这个区域的设计 对我站在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这个感觉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 就这里有一块金属 而且它是好像人的肩膀很宽 这里你可以说它浪费了一点点空间 但是高级的东西就是要懂得浪费 整个车尾包括尾灯的感觉就是我会用的是高级感 就你们觉得后面是想要表达什么感受 其实高级也就是刚才也提到 跟前面的那个机盖的设计 包括行面的设计一样 也是我们希望传递给用户的一种状态 除了高级以外 其实我们还特别强调就是后尾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洁的 就是一个整体一个S型的一个断面 但在这个断面里面我们强调了一个就是 关于尾部宝杠这个区域的 它尽量往上翘的一种感觉 翘臀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想让整个的尾部 特别是站在稍远一点看 它可能有一个比较轻快的一种动感 所以这部车我自己觉得跟欧上的X7又不一样 X7就是比较优雅的一个大车 这台车呢稍微小一点 但是那种性格好像要更加的张扬 而且很重要一点 这个车它没有家族套娃 对这个问题是你现在是整个就是可以从整个家族的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这是我们整个欧上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想法吧 就是说我们肯定不想做家族化套娃的这种设计 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的用户 这种套娃式的设计可能会显得太过于单调无聊 那么他们喜欢的是第一眼的这种冲击力和吸引力 那么基于这个点其实我们在打造我们整个车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其实可能X5和X7之间 其实在设计上有很多语言的不一样 那么在X5身上我们就尽量的让它更加的动感年轻 然后来贴近我们的这个定位的就是叫做泛90后的消费者的需求 正好田总跟我聊些我们私下也交流了很多 我想今天这个片子真的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的中国设计其实现在是全方位的在提升 而且是既有国际化的资源可用 又有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对市场的功能性的想法 然后最终还是要有田总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设计人 再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 然后出来很适合中国的产品 这个车11月才上市是不是 不确定 不确定 上市之后看到内市之后 我再给大家拿来做一集车言论 我觉得到时候我再向你去讨教更多的设计背后的想法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